民国72年成立的凤林镇儿童公园 年久失修 在110年凤林镇公所编列预算进行翻修 预计在7月30号进行开幕 而这也将会是凤林镇市区 第二座在相关经费溢柱之后 整理完成的亲子公园 让凤林镇民的休闲油气空间 完整了最后一块拼图 凤林镇市区近年来经过 项文龙镇长团队的整理规划之后 呈现出有别以往的客家大院 110年编列预算 重新规划凤林镇第一儿童公园 将在7月30号举行开幕仪式 完成凤林市区公园绿美化的 最后一块拼图 过去儿童乐园是民国73年 绍金峰镇长建的 这么久 已经这样算起来应该38年 已经很老旧 我们应该重新把它还修过 大门那里 今年过去做得很牢固 经过好几次的台风 还有地震也都很艰固 上面有用大理石乡下去的严格 是以前邵金峰民国73年做的 还有代表会主席蔡新船 那个严格我们都还是给他留着 因为我们后代子说呢 要去感谢上一代的人为我们做的一些点点滴滴 所以我们在这里 在民国72年 在当时的镇长绍金峰的规划下提供了凤林市区儿童油气的地点 直过境迁相关设备已不复使用 110年 凤林镇长萧武龙再次提出相关计划以及预算 经代表会审核通过后 历经一年的时间 重新施工打造凤林镇第一儿童公园 以全新设施样貌提供儿童更舒适的游乐设施 以及亲子运动的地点 记者林杰凤林镇采访不到